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学小提琴 学中提琴 学什么都可以 如果你的子女很用心地学 如果你矮不矮都会留意一下 你都着急着他的上堂的情况 他的家里的练习的情况 学什么乐器都没所谓 我们学乐器是想认识音乐 去明白怎么表达情感 是明白和其他人一起玩音樂的那種起源 最後你究竟是選擇鋼琴 還是選擇大鼓 還是選擇圖頂 還是選擇小提琴 真的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的子女是很強烈的 我指定要學這件事 我很喜歡大提琴的樣子 我很喜歡小提琴的聲音 我很喜歡看外形 好像很金黃色 或者我很喜歡Tuber 好像大炮那樣 沒有所謂有他 但是請你著緊 先生是做到的有限 如果你是只能夠靠子女自律的話 我跟你說他是不會自律的 在他未找到學音樂 在他未找到玩音樂樂趣的時候 他是不會自律的 你指望他自律 只會是浪費你的錢 浪費他的時間 浪費先生的心機 最後呢 即使你是考了多少級 都沒有用的 你的子女是不會 再想碰那件樂器的 如果他不是認真地去學的話 所以 身為父母的你 請你著緊一點 先生是沒有責任 也都做不到 是去管你的子女 他怎樣去練 肯不肯練 不要將你的責任 是擠給你先生 所以 學什麼樂器 沒所謂 答案是兩樣都不是 應該是你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才是最重要的先生 先生只是一個星期見到你一天 其餘的時間呢 誰是你先生 你自己就是你的先生 你練習的時候 有沒有認真去練呢 你有沒有很小心去聽呢 到底我吹了什麼出來 我彈了什麼出來 我拉了什麼出來 先生所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但是 一個星期才只有一次 其餘的時間就靠你了 所以 好的先生 好的樂器 倒不如 好的練習 態度 這個才是重要 大家會想起 Steinway的鋼琴 或者一些意大利的古董琴 但是我想說 如果你不懂得去運用這些樂器的話 這些樂器的好 或者不好 或者一般的好 是跟你沒有關係的 反過來說 如果你懂得去運用樂器 你懂得你的功夫很足夠的時候 你拿一件普通的樂器 對你來說 這件樂器就是好的樂器 所以關鍵不是說 那件樂器有多好 或者什麼 而是 你怎樣用它 你懂不懂得去用它 用什麼延綫 其實真的不是很重要 至少在觀眾的角度 他不會分得出 你用的這一套是 價值二百元 大陸做的琴綫 你這一套是 是德國做的 一千元一套 他不會聽得出這些東西的 你有多好 是真的你的功力 但是 對拉琴 對用那個人 本身 去說呢 他用一套漂亮的線 他會特別開心的 用漂亮的東西 拉出來 他的聲音 在我的耳聽出來 這麼近 那無可否認 用那個人 是會聽得出一些分別 是用的感覺不同 而因為這樣 亦都影響你拉的時候 那個心情 用一些漂亮的線 你聽到一些很特別的音色 而這一點是會令你越拉越過癮 例如我現在用的這一套 Gut String 是羊腸線 羊腸線是很受天氣影響 很受濕度影響 但是 和他亦都很容易走音的 但是他出來的 音色是 其他的 合成的物料 的延線是所做不到的 那只是這一件事 我就覺得 哇 很特別 所以 延線 有多重要呢 是 只是對用那個人 本身去說 如果 我們說到觀眾 說到什麼錄音 其實真的 聽不出的 Facebook Marketplace Carousel 二手三手 最好的二手 又便宜 如果它沒有裂紋的 沒有裂痕的 是絕對用得過